109 中國新聞社 江蘇書展古今相逢碰撞刁板印刷筆書數字閱讀 2015年7月18日文化新聞中新網南京7月18日電 朱紙巾五箱 年日來 第五屆江蘇書展在徐州如火如塗地進行中 7月18日刻逢週末休息 一家三口 三代同童彈書展的家庭組合比比佳時 而展區內最現代的數字閱讀和最古老的刁板印刷兩大板塊則是最受關注 借月機裏面有上千本報宣呢? 用手機數下二維碼就能下載最新的期刊雜誌 而且借月時間約定了一週 回到家我就趕緊看看 7月18日下午 市民將慈夫婦兩大著三歲的兒子注足在徐州體育館展區數字閱讀館 一邊從雲借月電子書看自助借月機上挑選著書籍雜誌 一邊頻繁地用手機掃描下載 在現場 類似的年輕家庭熱情高漲 家長們紛紛上前掃描二維碼 一倒借月大平設備的新奇力量 自從大家都用了智能手機後 掌上讀書就成了習慣電子書更新快 翻閱操作也簡單 用手機隨時隨地都可以看書 年輕讀者吳先生表示 此次書展不再緊緊關注紙質書本 而是大力再推廣數字閱讀 迎合了現代低頭族母子族的閱讀習慣 數字閱讀趨勢應該更好地去引導和培養 中國古語有關讀書的態度肯講究非借不能讀 因為對於大多數人來説可能竊止者不讀 而云借月大平中端之所以設定時間周期 就是鼓勵全民多者書、快讀書、養成者了書就掌緊閱讀的時間觀念 參展方農園大絕案 閱讀平台負責人蔡豐先生坦然 書展現場也聽到了許多讀者的怨言 投訴這閱讀裏面存有二千多冊圖書、三百多份期刊雜誌 手機快要下載爆料 就是擔心這書時間太斷 回家後根本看不完 據介紹 現代人已不願帶著沉重的圖書出門 尚嘗試利用碎片時間進行掌上閱讀 《龍原首創分成動響的版權》解決模式 與國內四千多家刊社合作 簽約近十萬名著名作家、原創作者、 滿足讀者對海良書源的需求 目前 在江蘇緊緊頭用了四十餘台 每天有三百多次的讀者下載量 把全民閱讀做的禍 一樣重要是我們的服務終止 希望未來政府部門在全民數字化閱讀引導經費上漲多多投入 讓毛子化閱讀跟毛子化辦公一樣 會成為社會發展、知識傳播的新趨勢 蔡豐說 比較當今以數字化出版、電子印刷技術為主的新興趨勢來說 中國古代發明的刁板印刷術也是不太於今天的技術革命 現在的人刷手段已經很發達了 本次參展書商佔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中觀所推出的五花百門的新書全都是紙質作品 然而 現實中的年輕人對於紙質閱讀需求正降低 大家都在電子、數字化閱讀 為何環繞全城手工的刁板印刷? 我們認為 刁板印刷技藝也可與時俱進 進行一些技術上的創新 除了門作人們在書本內容的知識需求 更應該注重藝術上的欣賞和收藏需求 在刁板印刷工藝現場 揚州廣寧古籍刻印刷負責人朱先生看導演示台被惟得水蝕不通十分 因為 尤其是小朋友對於全城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刁板印刷 興致滿滿 紛紛踴躍報名 跟著工藝師一起進行刁板印刷體驗學習 而身旁的七十、八零後家長們也不閒著 或是尋書問的、或是拍照留念 雖然隨著印刷科技的飛速發展 刁板印刷的實用性很低 市場需求也更少 但是 藝術功能和價值曲十分寶貴 江蘇斯大老師李女士一邊翻越著刁板線裝書赤壁庫 一邊不主地讚許道 以前老工像刁板 主要是為了讓書籍盡快流通 趕時間、趕流程 只要把字刻出來 在細節上並不講究 然而 中國藝術的精髓刻刻就在細節上 比喻字體的不封運用 書中插畫的異景 古時的工帳門無下顧及這些細節 現在從事刁板印刷的工藝大師們不追求趕活兒 就非常注意藝術細節方面的呈現 當買下價值五百多元的線裝書赤壁庫後 李老師表示 每個時代的刁板印刷都有他的時代特徵 手中的這本書在筆墨神韻上保留著原汁原味 結對收藏,歸增價值,完 在筆墨神韻上保留著原汁 和筆墨神韻上保留著原汁